在韩国闹事的某东大楼上 一名男子正注视着楼下的新城银行 他拿出窃听器 密切监听着警方的一举一动 几分钟后 不远处的停车场发生爆炸 附近巡逻的警察接到通知后 立刻赶了过去 这也是男子一直在等待的机会 他一声令下 埋伏在附近的同伙 立刻冲进了银行 他们的目标不是钱 而是某家公司的债券 当保险柜被打开的时候 情报系统自动出发 从爆炸现场到银行 需要三分钟的时间 他们必须在两分钟之内撤离 但是其中一名成员 在看到白花花的钞票后起了贪念 拿出背包就往里边装钱 他们本可以提前一分钟撤离的 不过由于队友的耽搁 导致四五辆警车跟在了他们身后 好在首领留了一手 一名守在撤退路线的成员 将卡车横在路中央 才勉强切断了警方的追踪 如此训练有所的团伙 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抢夺债券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指歌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韩国高分悬疑片 绝密跟踪 主人公允珠是一名 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 这天早上 她像其他上班族一样 乘坐地铁出行 不过她的眼神 却总是不经意地 看向一个戴眼镜的大叔 列车到战后 允珠跟着大叔一起下了车 从她神神秘秘的状态来看 她似乎是在跟踪这位大叔 就在两人来到一家饭馆的时候 大叔实在看不下去 于是便上前切穿了允珠的行为 起初允珠还不承认 直到大叔交代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他是特殊犯罪科监事班的 黄班长 允珠的跟踪 只是对他入职前的测试而已 跟踪被发现扣五分 不懂应对扣四分 表情慌张扣一分 不管怎么看 允珠的测试都不合格 就当黄班长失望的准备离开时 允珠竟然准确说出了 黄班长上下地铁的时间 中途打电话的时间 以及通话时长 黄班长曾在电话亭的记事本上 写了几个字 虽然那页纸被他撕掉了 不过允珠还是通过 下页纸上留下的印记 获取到了信息 黄班长瞬间对他来了兴致 于是便宣问他 自己今天都接触到了哪些人 让黄班长惊讶的是 允珠不仅说出了跟他有过接触的人 还准确描绘出了这些人的相貌特征 这可不是记忆力好就可以做到的事 而是拥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所以黄班长便破格录去了他 画面来到郊外 白天抢劫银行的团伙 约定在这里会合 那个险些误了大事的男子 不仅没有悔改之心 还吐槽老大只会指指点点 卖命的却是他们这些小弟 就在这个时候 老大詹姆斯开车赶了过来 他二话没说 先是将破坏规矩的小弟抱大了一顿 然后又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口鼻 让他不能呼吸 既然浪费了一分钟 就要接受一分钟的惩罚 老大的残暴 他们是见识过的 其他人提心吊胆地站在一旁 谁也不敢答话 处理完一切后 詹姆斯来到一家休鞋店 这里的老板虽然看起来白发苍苍 但他的真实身份却是詹姆斯的老师 詹姆斯将车钥匙放进一个暗格 隔壁有人会将他抢来的债券 换成酬金 这次任务的雇主 是新城银行的行长 他知道 银行里存放着一笔上百亿的非法债券 即便把它偷出来 施主也不敢报案 詹姆斯对这些不感兴趣 自己只是个盗贼 只懂得收钱办事 鞋店老板正式看中了他的这一天 他将档案带交给詹姆斯 里边有下一个任务的详细信息 另一遍 监事班正在着手调查 银行被结案的罪犯信息 由于银行里的监控录像被毁 他们掌握的信息少之又少 只有拦截警察的卡车司机 在监控画面中一闪而过 而且这个人还用衣服挡住了面部 根本无法识别身份 就在调查进入瓶颈的时候 一名警员在案发前的监控画面中 看到了一个胖子 他的体型和特征都跟卡车司机非常相似 黄班长按照他的行进路线一路寻找 最终在一家便利店捕捉到了他的正面 情报科调取了胖子在便利店的账单 发现他是用交通卡购物的 通过交通卡的刷卡记录 上次将搜索范围锁定在了中区附近 而这也是监事班将要重点蹲守的区域 监事班不同于其他部门 虽然都隶属于警方 但他们不允许穿警服 更不能随便暴露身份 一切就绪后众人便开始了行动 包括允州在内 监事班一共有九个人 黄班长将人们分布在各个交通要道 只要目标出现 就绝对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画面来到一个阴暗的房间 詹姆斯正在为下一个任务做准备 有家律师事务所 因为伪造账目被调查 现在正面临着破产的风险 而这些违规资料 全都被封锁在了律所当中 詹姆斯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资料偷出来 防止律师事务所被起诉 任务进行得很顺利 詹姆斯切断了目标区域的电力 虽然只有30秒的时间 但也足够 手下们把资料偷出来了 在看到同伙得手之后 詹姆斯也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无意中 他看到对面的大楼中 有名男子正在用摄像机看着他 詹姆斯做事一向严谨 他绝不允许有目击者存在 于是便找上这个人 用钢笔刺穿了他的大动脉 监事班已经连续遁守了四天四夜 精力也渐渐被消磨殆尽 就当允珠从洗手间回来的时候 发现巷子里有两个流氓 正在向一对夫妻暴力催战 虽然监事班规定不许暴露身份 但允珠无法袖手旁观 冲上去就将两个流氓暴打了一段 事情已经发生了 黄班长没办法 只能强行把他带走 允珠的行为属于严重违禁 最重要的是 监事班不需要一期用事的人 所以便把他赶出了队伍 另一边 詹姆斯将得手的资料 交给了鞋店老板 对他们这个行当来说 每多做一旦 风险都会翻几倍 所以他便提出就此收手 还没等鞋店老板做出回应 詹姆斯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不过他刚回到车上 一名杀手就从车后座跳出来 勒住了他的脖子 虽然詹姆斯成功除掉了他 但他也知道 这是老师对自己的警告 于是便重新回到鞋店 拿走了下一个任务的资料 他不是害怕 而是不想跟老师起正面冲突 毕竟自己还有把柄在他手上 画面来到停车场 秦士班正在集合队伍 准备开始今天的工作 就在他们即将出发的时候 允朱飞奔着冲进了车子 黄班长并没有怪罪他 有了昨天的经验 允朱将会变得更加成熟 蹲守时间已经超过了半个月 秦士班先后更换过三片区域 但截止到目前 他们仍然一点收获都没有 允朱曾对监视区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从卡车司机最后被拍到的位置来看 每次他都消失在镜头盲区 这就说明 嫌疑人看似在随意走动 实际上却非常聪明地躲过了摄像头的追踪 而这半个月来 秦士班一直在他消失的位置蹲守 肯定不会发现他的踪迹 因为他在这里出现 就是故意给警方看的 允朱将卡车司机消失的三个点位连在一起 嫌疑的真正活动区域 应该在这个三角形的范围内才对 黄班长不禁对他刮目相看 然后将队员们布置在了这片区域中 允朱的猜测果然没错 只巡视了几分钟 他就在一个路口 发现了卡车司机 于是便将自己的位置 分享给了其他人 但队友们尝试了很多次 都没有机会接近目标 所以跟踪的重任 就落在了允朱身上 好在卡车司机没有对他起疑心 两人乘坐同一步电梯上楼 在到达目标楼层之后 允朱故意打翻背包 然后借着捡东西的空档 看到了嫌疑人的门牌号 接下来的工作由松叔搞定 他先是在电梯按键上 提取到了嫌疑人的指纹 然后又在走廊里 安装了多个摄像头 这样他们就能第一时间 掌握卡车司机的动向 另一遍 詹姆斯正在计划下一个任务 这次他们要在证券交易所的服务器中 植入一个程序 詹姆斯将一份写满数字的表格寄给同伙 任务的关键线索 就在这张表格当中 第二天 警方接到一起报案 有名摄像师被杀死在了家中 这名摄像师就是不久前 用摄像机拍到詹姆斯的男子 只不过胶片全都被詹姆斯销毁了 黄班长顺着摄像机摆放的位置望去 发现对面大楼的天台拥有绝佳的事业 如果自己没猜错的话 案发当天 犯罪团伙的首领就站在天台指挥 摄像师很可能发现了他的行踪 所以才惨遭灭口 其实他们花这么大精力跟踪卡车司机 为的也是挖出这个人 最近这两天 允竹一直在监视卡车司机的动向 但这个人非常有耐心 除了几个应照女郎之外 没有任何可疑的人进入过他的房间 一天下午 应照女郎出门的时候 拿出了一袋垃圾 允竹似乎发现了机会 于是便把那袋垃圾带了回来 黄班长非常有经验 他一眼就看到了 埋在垃圾中的直线 经过十几分钟的寻找 他们终于将那张表格完整地拼凑了出来 这是一道数读九宫格的题目 答案有720种可能性 黄班长发动情报科连夜加班 终于破解出了答案 这组数字是一个IP地址 坐标指向的是证券交易所 看来犯罪团伙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这里 第二天 卡车司机打车前往了一家废弃工厂 只是他没想到 这辆出租车 其实是监视班特意为他准备的 在得知了他的目的地后 其他队员迅速赶到现场 他们隐蔽在各个监视点位 等待着其他嫌犯进入视线 没过多久 又有五名嫌疑人赶了过来 监视班将监控探头和窃听器伸进通风管道 成功打探到了他们的计划 无意中 上次发现 桌子上放着一部正在通话的手机 其实从一开始 上次就注意到团伙中少了一个人 难道首领是在用电话跟他们沟通吗 他立刻让手下追踪电话来源 但詹姆斯形势太谨慎了 情报科只追踪到信号是从地铁二号线发出来的 对方就挂断了通话 上次立刻通知黄班长 让他去地铁二号线的交易所站附近搜索目标 不过现在的难题是 根本没人见过詹姆斯 搜索起来更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画面来到一栋大楼的天台 詹姆斯像往常一样 开始窃听附近的无线电信号 就当自己的团伙接近证券交易所的时候 他发现有个小队正在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甚至连车队的具体位置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詹姆斯立刻就反应过来 自己的行踪暴露了 于是便给小队打去电话 终止行动 警方等待的就是这一刻 情报科通过手机信号定位到了詹姆斯的位置 然后让黄班长和允朱去抓捕他 但詹姆斯谨慎地令人生畏 他似乎察觉到了有人在楼下等着自己 于是便从二楼跳窗逃走了 另一遍 取消任务的六人小队正在飞速逃窜 但这次警方不会再给他们逃走的机会 上司派出大量警力封走了主要路段 只给匪徒们留了一条路 而警方则在这条路的尽头等着他们 无处可逃的六人只能拿出武器反抗 但说到底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最终他们一人死亡其余五人被捕 与此同时黄班长也跟允朱追踪到了天桥 但这里人山人海他们又不认识凶手 追踪再次陷入了瓶颈 好在情报科及时抓取到了詹姆斯的手机号 他们给詹姆斯打去电话 只要谁在这段时间内接听了电话 那他很可能就是嫌犯 虽然接线员是以交通局的口问给他打去的电话 但詹姆斯还是察觉到了异常 他把手机扔进河里 然后向着远方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 黄班长发现了詹姆斯的身影 银行抢劫案当天 他就在附近看到过一个同样装束 并且拎着黄色皮包的人 于是他便将情况汇报给总部 然后带着允朱迅速跟了上去 詹姆斯的反侦查能力非常强 他很快就通过路边反光的柱子 发现了黄班长 而黄班长也同样意识到自己暴露了 所以便改其他同事跟踪 恰好伪装成交警的松鼠在附近 他冲上去叫住詹姆斯 表示他刚刚过马路的时候 违反了交通规则 其实松鼠就是在拖延时间 等候吃元的到来 但詹姆斯可不是这么容易被蒙骗的 只是一个眼神 他就看穿了松鼠的身份 恰巧这时候允朱也跟了上来 他没有看到詹姆斯 只看见松鼠摇摇晃晃的倒在了地上 他急忙上去查看 发现松鼠的脖子已经被钢鼻刺穿 而詹姆斯也消失在了拐角 黄班长赶到后交了救护车 但最终还是没有把人救回来 凶手逃脱 队友牺牲 整个警局都沉浸在一股压抑的气氛当中 画面来到修鞋店 老板给手下打去电话 任务失败还干掉了警察 这种饭桶留着也没用 言下之意就是要除掉詹姆斯 不过他刚挂断电话 门外就传了一阵打斗的声音 原来詹姆斯同样不打算放过他 在解决掉一众小弟之后 詹姆斯走进了屋子 他二话没说 拿起钢笔就刺穿了老师的喉咙 他们都是冷血动物 根本没有任何感情可言 未来几天 云珠一直沉浸在失去队友的痛苦当中 但他知道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只有抓到凶手才能让松鼠安息 在返回警局的路上 有个男子从他身边经过 这让云珠回想起了第一天面试的场景 当时詹姆斯就是这样从他身后经过的 人们只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但对于云珠这种记忆力超群的人来说 任何进入他视线的东西都会产生记忆点 他努力回想着当天的场景 终于看到了詹姆斯的长相 云珠试着在他下车的区域寻找 果然在一家餐厅门口发现了詹姆斯的身影 云珠先是将自己的位置发送给了黄班长 然后跟踪詹姆斯走进了餐厅 虽然云珠表现得很平静 但对方还是识破了他 就当詹姆斯想要对云珠动手的时候 黄班长推门走了下来 詹姆斯一眼就认出了他 证券交易所事发那天 他就跟踪过自己 现在周围不知道还埋伏着多少人 詹姆斯不敢赌 于是便起身从后门离开了 黄班长让云珠等待支援 接下来的事情由自己接受 但就在黄班长跟上去不久 云珠就发现桌子上的餐刀不见了 如果是被詹姆斯拿走的 那班长现在很可能有危险 他发疯一样地追出去 发现黄班长已经倒在了血泊里 尽管云珠万分不忍 但世界上只有班长和自己两个人 知道詹姆斯的长相 一旦让他逃走 再想抓到他几乎是不可能了 所以云珠还是强忍着泪水追了上去 没过多久 救援人员赶到 将黄班长带上了救护车 他似乎早就料到自己会被偷袭 所以提前在腹部塞了几本杂志 刚刚的打斗只是受了点皮外伤而已 他命令监视班调去附近的监控录像 发现詹姆斯逃进了地铁站中 人群是他最大的优势 云珠跟踪经验不足 不知道能不能应对的来 就在众人心机如焚的时候 云珠突然打了电话 四号线三角地站 北面有一道铁门 詹姆斯并没有进地铁站 而是钻进了这扇铁门当中 他的话音刚落 通话就因信号问题中断了 黄班长立刻拿出地图 发现北面的铁门中 是一个废弃的月台 倘若云珠贸然跟进去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黄班长便拿上配枪 准备亲手去抓捕凶手 另一遍 突击队已经率先一步来到了月台 虽然詹姆斯还没有逃走 但他却挟持了云珠 就在双方陷入对峙的时候 云珠找准机会 用钢笔刺向了詹姆斯的大腿 恰巧隧道中来了一辆列车 詹姆斯手上没有筹码 只能跳进隧道当中仓皇逃走 眼看就要到达出口了 黄班长突然持枪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千世班一年只有四次射击训练 看来这次要用到实践中了 双方没有任何废话 拔出手枪就开始对射 不过这次 詹姆斯就没那么好运了 黄班长一顿连射就打死了他 影片的最后 千世班发现了一个新目标 他跟詹姆斯有过多次合作 看来这个人身上 还有更大的阴谋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绝密跟踪》 改编自中国香港电影跟踪 影片结局任达华的客串 也算致敬了原版 很多人喜欢拿两部影片做比较 其实这两部电影各有千秋 首先是选角方面 原版《跟踪》当中 由许子山饰演的女主 长相非常普通 普通到扔进人群中 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 也正是因为这种普通 让她将跟踪工作发挥到了极致 反观《绝密跟踪》中的陨珠 超高的颜值 本就让她如鹤鲤鲤一般 再加上她眼神中透露出来的机灵 想不被人注意都难 先不要谈有多大的能力 光是这副长相 恐怕都很难入选 不仅是允珠 监视班中大多都是帅哥美女 除了观赏性高之外 确实有为常理 其次 在剧本的功底上 跟踪也略胜一场 比如女主发现 卡车司机住处的那个桥段 原版中 女主跟嫌犯 共同搭乘了两次电梯 第一次 嫌疑人 因为对女主有戒备之心 所以走进电梯之后 她并没有按楼层 而是让女主先按 当嫌疑人 到达所在楼层的时候 因为对女主有戒备 所以 下电梯之后 迟迟没有离开 而是亲眼看着女主 关上电梯门 才回到房间 所以 第一次女主 并没有发现她的住所 第二次 嫌疑人的防备之心 大大降低 她相信 眼前这个女孩 就是自己楼内的住户 女主则抓住这次机会 将包里的东西 撒出来 趁着去捡东西的空档 捕捉到了凶手的住所 一个小小的细节 就能看出原版剧本的功底 而在韩版当中 则省略了这些细节 当然 韩国翻拍版本 也有很多过人之处 首先电影的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虽然比原版多了将近30分钟 但环环相扣的剧情 始终让人处于紧张的氛围当中 再加上 高水准的剪辑 以及飙车大戏 让影片在商业方面非常成功 知名度也远远高于原版 其次在选角方面 韩版也并非一塌糊涂 薛景球饰演的黄班长 和郑宇盛饰演的詹姆斯 全都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准 尤其是郑宇盛 全程给人一种 阴狠毒辣 坐视雷厉风行的感觉 有这样的对手 监视班面对的注定是一场硬仗 影片中 监视班和詹姆斯的交手 绝对称得上是高智商的碰撞 詹姆斯是一个谨慎到 让人生畏的对手 他从不直接参与行动 用电话和信件跟手下沟通 他甚至行走在大街上的时候 会把所有人当成怀疑对象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一直在想 如果现实中也有如此可怕的人 人们能顺利抓到他吗 我不敢说绝对抓不到 但肯定要比电影中要艰难很多 因为我们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运气 也没有像女主这样 过了一个月 还能回想起凶手样貌的人 我不知道多么恐怖的环境 造就出了詹姆斯这样的恶魔 但我希望社会上能少一些冷漠 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或许那些恶魔就会渐渐远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长按点赞 帮指哥获得更多推荐 你们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